不是停止 这句话 读到这句话时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心中会不会有一个疑问 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有没有一些疑问 上帝真的公义吗 神是公义吗 法老是不是无辜的呢 法老是不是蒙古的呢 为什么明明是上帝是法老的新刚应 为什么明明是神使法老的心公硬 却又要加以刑罚呢 但是为什么要去施行的刑罚呢 有一种教委普遍的说法是 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就是 神只是任凭法老的新刚应 神只是任凭法老心公硬 因此法老并不无辜 但是其实法老不是无辜的 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为了自己的行为负责责任 神的刑罚也没有不公义 但是神的刑罚呢 不是无公义的 因为这样听起来呢 这样的解释听起来呢 似乎还是蛮合理的 如果这个解释的时候 听上来似乎是都可以的 可是这样的解释 真的是有很强的圣经依据吗 这个解释是不是 圣经上是很强的一句说话呢 或许会有人说 我圣经上就是这么写的 圣经上是不是这么写呢 我的合合本修订版上面 就是写神任凭法老的新刚应的 我就是合合本的解释里面 都说的是神使法老心公硬 如果你去翻合合本的话呢 你看合合本的时候呢 下面也有注解说 下面有个注释可以说到呢 就是神使法老的新刚应呢 也可以翻译成 神任凭法老的新刚应 在那个的声明呢 就是神使法老心公硬 都可以解释为 神任凭法老心公硬 不过这样的翻译 确实准确吗 但是这个翻译 是不是很准确呢 那么神真的 在实在之中 只是被动的施加给埃及刑法吗 神是不是在这个十足里面 就是要去执行这个懲罚呢 被动的 是被动式的懲罚呢 如此一位在历史中 被动扮演着审判者的上帝 如此一位在历史上 被吩咐 被动扮演者的审判的上帝 是圣经要启示给我们的吗 是圣经要启示给我们的吗 然而倘若坚持说 圣经说的就是 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 圣经里面说 圣神是使法老心公硬 那神施加给法老的刑法 是不是就不公义了呢 神施行给法老的懲罚 是不是不公义的呢 那法老和埃及地的百姓 是不是就显得非常无辜呢 就是法老和埃及地的百姓 是不是显得很蒙古呢 因为他们是 甚至就会有弟兄姐妹 去怀疑 那有些大英姓 会去怀疑呢 他们不过是被神 牺牲在出埃及地 这场历史大戏中的木偶罢了 那这样的质疑呢 似乎听上去也是合理的 但仔细 细究起来 是否又真的准确呢 那在我们正式要开始 今天的分享之前呢 那我们有一个提醒 我们有一个提醒 就是要小心我们读经时候的思想 就是我们读经之前的思想 我们今天听到一个词 我们今天听到一个词 叫做后现代的思维 就是后现代的思维 就是说我们活在后现代的人里面呢 我们活在后现代社会里面的时候呢 好容易根据我们自己的感受 去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 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呢 也实在是会遇到这样的困难 就是我们有些时候理解不了的时候 或者情感上接受不到的时候呢 或者情感上接受不到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去怀疑上帝的属性 我就会去怀疑上帝的属性 甚至呢会把自己当作上帝 甚至是当自己是上帝 去评判上帝的作为 去评判上帝的作为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问题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问题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就是上帝对于加南地的审判 会不会太残忍呢 上帝好血心 因为他要灭绝了那地所有的人 他要灭绝所有的人 但是其实我们换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在外面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当上帝在他的选民 以色列人身上 当神在选民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 彰显他的公义的时候 他也同样是一样的标准 他有一样的标准 不同的事 他只是多了那一点点的恩典和怜悯 他只是多了少少的 一些恩典和怜悯 在公义上是没有差别的 在公义上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去平衡的来看圣经 不是让我们里面固有的认知来局限上帝 而是让真道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来改变更新我们 来改变更新你固有的思想 固有的认知 好 那么实在发生之前 有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实在发生之前有发生了什么事呢 圣经中间呢 很长 有一到七章这么久 圣经中间很长 在埃及地 第一章到第七章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帮助弟兄姐妹呢 来简单的来梳理一下 或者我现在很简单的 帮大家去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 首先呢 是以色列人呢 在埃及地生养众多 首先是以色列人 在埃及地生养众多 非常强盛 变满了埃及地 很强盛 变满了埃及地 然后呢 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呢 就起来统治埃及了 不认识 欲失的生活 就起来统治埃及 那因为害怕以色列的人数呢 就开始狭治 古代以色列人 所以就一旦 怕以色列人数增加 就开始 克制和虎代以色列人 那新的法老呢 甚至还想收买 接生婆要杀死以色列人 新生的男婴 这可能是历史上 有记载的第一次 计划生育政策了 这个就可能在历史上 没有记载的 生育计划 但接生婆呢 敬畏神没有照做 接生婆敬畏神呢 是没有照着做的 于是呢 法老就吩咐 他的百姓去做这件事 那么后来摩西就出生了 被收养 摩西就出生了 被收养 那在埃及皇宫中长大 在埃及的皇宫中长大 那他后来呢 就看见自己的同胞 被欺压 便杀死了行凶的埃及人 但害怕会被法老追究 就逃亡米店 就是害怕事情报 暴露出来 就去逃 走了去买电 并且在那里娶妻生子 在那里结婚生子 那许多年以后呢 原来的法老死了 就是很多年之后呢 就是佛老就死了了 那而以色列人呢 也因为被奴役 就是以色列人 因为被奴役的时候呢 就哀求神 他就哀求神 那上帝呢 也听见了他们的哀求 就是上帝听到他们的呼求 就纪念他与他的 以色列人的先祖们所立的约 他就纪念到 他跟先祖阿伯拉罕所立的约 那于是呢 神就呼召摩西 就是神就于是呼召了摩西 那摩西呢 就非常没有自信 三番四次的推托 但是摩西是没有信心 三番四次的推托 那最终呢 还是被神说服 但是最终他都是 信服在神的面前 带着妻儿告别了岳父 他就带着妻儿 告别了岳父 回到埃及去 回到埃及病 神预告摩西 他将使法老的心刚硬 就是神预告了摩西就说 他会使法老心肛硬 那他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读一下这里一段经文 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经文 是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我在这里用的是新译本的译法 我用的是新译本的翻译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启程回到埃及去的时候 你起成法 回到埃及去的时候 要留意交在你手里的一切歧视 要留意我教在你手中一切的歧视 把他们行在法老面前 把他们行在法老面前 我却要使他的心刚硬 我却要使他的心刚硬 他就不让人民离开 他就不让人民离开 你要对法老说 你要对法老说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我曾对你说 要让我的儿子离开这里 我曾对你说 要让我的儿子离开这里 好叫他侍奉我 好叫他侍奉我 你还是拒绝让他离开 你还是拒绝让他离开 看啊我必杀你的长子 看啊我必杀你的长子 神就是这样对摩西说的 神就是这样呼召了摩西 于是呢摩西就离开了 于是摩西就离开了 神也让他的兄弟亚伦 去迎接摩西 就是神都用他的兄弟亚伦 去迎接摩西 摩西遇见亚伦后 就把神对他所说的话 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 摩西遇到亚伦之后 就将一切神对所说的话 都告诉了亚伦 他们就招聚众长老 告知了一切 还行了神迹 他们就招聚了 众长老 告知一切运行了神迹 百姓就信了 并且因为耶和华 眷顾他们 见察他们的困苦 就低头敬拜 白姓就相信 因为神眷顾他们 监察他们困苦 他就带头去敬拜神 摩西和亚伦又去见长老 摩西和亚伦去见佛老 向他转告了耶和华神的话 并请求他准许以色列百姓 请求他准许以色列百姓 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 向耶和华神献祭 法老认为摩西和亚伦是要故意 让他的百姓不做工 法老认为就是摩西和亚伦 是故意用百姓不去开工 于是拒绝的同时呢 还变本加厉的古代以色列人 所以在拒绝之余呢 就是变本加厉的 去辅代以色列人 那以色列的公头呢 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 以色列的公头就向摩西和亚伦 去发议言 摩西向神发牢骚 摩西向神发牢骚 神又再次向摩西说明他的心意 摩西也把这些话 转达给以色列百姓 摩西都讲了这些话 去告诉以色列的百姓 但是他们心里很苦 于是不肯听 因为他心是苦 很苦 他们又不肯去听 那神让摩西呢 再次去见法老 就是神用摩西再次去见法老的时候 那摩西呢 其实也有一些不情愿的 但是摩西都有些人不监视 就是不情愿 耶和华呢 再次重复了他的计划和命令 神就再次可以重复 他的命令和他的计划 他是这么说的 神是这样说 看啊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 好像神一样 看啊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 好像神一样 你哥哥亚伦 要做你的先知 你哥哥亚伦 要做你的先知 我吩咐你的一切 你都要说 我吩咐你的一切都要说 你哥哥亚伦 要告诉法老 法老就让以色列人 离开他的地 法老就用以色列人 离开他的地 我要是法老的先硬 我要使法老的心硬 我也要在埃及地 加增我的神迹 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向埃及伸手 把以色列人 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 摩西和亚伦 这样行了 摩西和亚伦 都这样做了 耶和华怎样吩咐 摩西和亚伦 他们就照样行了 摩西和亚伦 就照着神的吩咐去见法老了 摩西就和亚伦 就注着受风筷 去见法老 并在他们眼前 行了神迹 都在他们面前 行了神迹 法老也找了术士来 法老也找了一些 术士来 行了 同样的事 都行了同样的事 只是亚伦的帐 吞掉了埃及术士的帐 就是亚伦的帐 吞掉了埃及术士的帐 但法老心里刚硬 大法老的心里高硬 不听摩西和亚伦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不听摩西和亚伦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好 这就是我们从 一章到七章的回顾了 就是我们从 初音级记得第一章 到第七章的回顾 对圣经熟悉的弟兄姐妹 肯定都已经知道 发生什么了 但是对圣经熟悉的 弟兄姐妹都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那如果没有读过这一段 也知道大致发生了 哪些事情 虽然你可能没有读过 这一段 但是大致上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 前面的问题 就是我们再分回 前面的问题 那么就是 神真的是 任凭法老的心高硬吗 神是否真是 任凭法老的心高硬呢 我们看到在 和合本修订版中 我们看到 和华本的收顶半 那里说 这个任凭的译法呢 是直接被应用到了 正式的译文里面 那当然呢 这也间接导致了 我们对于这段经文的解读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查考呢 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 在中文的译本中间 就是在中文的译本当中 原来只有 只有 和合本和和合本修订版 是这样翻译的 在其他的中文译本中 都没有任凭两个字 那么在英文和荷兰文的译本中呢 也是一样 在英文和翻译本和荷兰文的 翻译本里面 都是一样 都是神主动要使法老的新刚应 这都是写着 神主动要 佛老王的心刚眼 甚至在荷兰文的译本中呢 甚至在荷兰文的翻译当中呢 在NBV的版本里面 在NBV的翻译当中呢 更是加强了这句话 更加加强的说话 我将确保他顽固的拒绝让百姓离开 那研究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就好奇了 我就很好奇了 那在希伯来文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希伯来文上面是怎么翻译的呢 那于是我花了一点时间 所以我就花了一些少许的时间 去稍微了解了一下希伯来文 就是去了解希伯来文 然后去看了一下原文的圣经的词典 就是再看一下原文的圣经的词典 那原来呢在原文里面 原来原文当中的时候 这里的荷兰呢是始动的用法 这个光是始动的用法 就是始什么什么荷兰 没有任凭两个字 没有任凭这两个字 那么所以任凭在这里的一个说法呢 任凭这个在这里的说法呢 当然是异者他自己对于这个经文的整体的解读 这个是异者对这段经文自己的解读 这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本身上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圣经的翻译呢 本来就有一些是意义的 就是圣经里面翻译 很多时候有些地方是用意义的 有带着异者的一些对于圣经的理解的 有带着一些异者对圣经里面的理解的 但是呢在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困难了 就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困难了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在这段历史中变成了一个被动的角色 就是神在这个历史当中变成了一个被动者 那么但实际上呢圣经不是这么告诉我们 但实际上呢圣经不是这么和我们说的 那讲到这里呢 大家不要回去以后就不再看合合本修订本了 就可能大家就可能回去就不看和合本的修订本了 这只是一个他中间的一个小小的问题 其他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可能是其中的小小问题 其他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没有一本是完全完美的 没有一个译本是完全完美的 好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那我们就来又有新的问题了 我们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就是我自己刚才提过的 为什么神使法老的新刚应又加以刑法呢 为什么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那另外一方面又加以刑罚他们呢 那圣经其实是有给我们一些线索的 但是圣经里面给了一些线索给我们的 那么首先就是在圣经创世纪的结尾呢 就是在重西基的尾那里呢 以色列人的先祖约瑟 以色列人的先祖玉瑟 在帮助埃及渡过了饥荒之后呢 就是帮埃及人渡过饥荒之后呢 也同时帮助了自己的富家 都同时帮助了自己的富家 并与他们团聚 令到他们团聚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呢 约瑟还借机为法老收买了百姓的土地 就是啊 玉 约瑟还借机 玉瑟都有机会 帮法老收买百姓的土地 建立了类似农业税的制度 建立了一个农业性的制度 使得法老的统治得以更加稳固 使用法老的统治的制度更加稳固 所以呢 从道义上来讲呢 约瑟是对法老有恩的 所以呢 事实来说呢 玉瑟对法老上是有恩的 可是呢 到了出埃及之后呢 但是出埃及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场景 但是我们看到的另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就是刚才所讲的 就是法老 就是法老 古代以色列人 虎代了以色列人 甚至还要杀死以色列人的男婴 就是要杀死以色列人的男婴 那这些 接生婆没有照做呢 但是接生婆是没有照做 又下令他的百姓去这么做 但是都下令叫百姓去照做 可见呢 在这件事情上面 可见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不止法老犯了罪 不单单是法老犯了罪 连埃及的百姓也一同犯罪 甚至在最初 古代以色列的法老死去以后 就是甚至开始 就是虎代了以色列人的 佛老去世之后 新的法老也没有任何改变 第三个法老都没有任何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在下文中 所以为什么在下文中呢 我们会看到法老自己会认罪说 所以我要看到法老会自己认罪说 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 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 那么神是信实的 我们都知道 神是信实的都知道的 就好像他对他们的先祖亚伯兰所说的 但是对先祖亚伯兰所说的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 为你祝福我必祝福他 祝主你的我必祝祝他 祝祝你的我必祝祝他 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那么信实的神呢 也就因着这个应许而要刑罚法老 所以神是借助的 是因他去惩罚了佛老 所以佛老遭受十灾 所以佛内受了十灾 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忘恩负义 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提到 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 在圣经的初埃及记 就是圣经的初埃及记 也多次提到法老有回心转意的迹象 都看到法老有多次想回心转意的迹象 那我们看到 但是我们看到 当第一灾和第二灾发生之后 第一灾和第二灾发生之后 法老是有让摩西去献祭的 但是呢一旦他看到灾害减轻了 但是看到灾害的感情了 他就又硬着心不让他们离开了 他就硬着心不可以让百姓离开 那然后呢就是第三第四灾 接着是第三第四灾 法老也是一样的 法老都一样 第五第六灾 第五第六灾的时候 还是如此 都是同样的心硬 到了第七灾的时候呢 到了第七灾的时候呢 法老受不了了 法老受不了了 于是呢他就把摩西和亚伦找来 他就把摩西和亚伦找来 他怎么说的呢 他怎么说呢 这一次我犯罪了 我这一次我犯了罪 耶和华是公义的 耶和华是公义的 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 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 求你们祈求耶和华 求你 在祈求耶和华 因为上帝的雷空和冰雹已经够了 就是神的雷和冰雹已经够了 我要放你们走 我要放你们走 你们不用再留下来了 你们不需要再留下来了 那弟兄姐妹们猜一猜 但是大英姊姆你猜一猜 亚伦和摩西向耶和华祷告以后 摩西和亚伦向神祷告之后 灾害结束了 灾害结束了之后 那么法老有没有放以色列百姓走呢 法老有没有放以色列百姓走呢 有没有呢 有没有呢 你们猜猜看 没有反应的吗 没有反应的吗 没有反应的 已经被我讲睡着了 难道是大家睡着了 没有啊 梦 没有啊 梦 那么后面呢也是一样的 后面也是一样的 甚至呢 甚至呢 法老在这一次呢也有悔改的 那他甚至呢 还让摩西和亚伦为他去祈求认罪 他都用了摩西和法老 亚伦为他们的认罪祈祷 但是呢 他见灾害过去了 但是见到灾害过去了 又还是转变新意 他都转变他的心意 所以呢 之后就有了第九灾和第十灾 到最后有第九灾和第十灾 直到第十灾发生以后 直到第十灾发生之后 连法老自己的儿子都死了 连法老自己的儿子都死了 那他就真的是受不了了 他就真的是受不了了 就把以色列人赶了出去 就把以色列人赶了出去 那么在这几处的圣经呢 一再提到法老的心还是刚硬 在几处的圣经里面都提到 法老的心仍然是光硬 可见法老的认罪悔改 可见法老的认罪悔改 是出于什么呢 是出于什么呢 是出于对自己的行为的反省吗 是不是出于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反省呢 明显不是 明显不是 他是对于灾祸的害怕 他是对灾害的害怕 他承认神的公义 他承认神的公义 祈求怜悯与赦免 他祈求神的怜悯与赦免 不过是为了逃避灾祸 就是为了逃避灾害 根本不是真的愿意顺服 不是真正正是肯顺服 甚至是降伏在神的面前 甚至不肯是降伏在神的面前 同时呢 同时呢 圣经里面讲到的这句 圣经里面讲的这句话 法老的心还是刚硬 法老的心仍然是光硬 也是在告诉我们 除了神的主动之外 除了神的主动之外 法老也要为他的任性 法老都为了自己任性 属于负上 负上属于他自己的人的那一部分责任 他都负上自己应付的责任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神刑法法老 神认法 法老 不是莫名其妙的 不是要给大家展现一出大事 他也是因为 埃及的忘恩负义 和法老的 因为法老 埃及人的 法老的忘恩负义 和法老的假意悔改 和法老的假意悔改 所以这样说 所以这样说 神这样 真的是不公义吗 神是不是真的不公义呢 恰恰不是 应该不是 耶和华恰恰是公义的审判者 反而相反的 神这里的主动 神在这里的主动 不仅不应该成为我们质疑他公义的理由 反倒应该让我们更深刻的体会到 祂的公义和信实 祂的公义和信实 祂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祂绝不以有罪为无罪 必追讨罪孽 祂必追讨祂的罪业 自负既既直到三四代 自负及既直到三四代 但我们并不用害怕 但我们不需要害怕 倘若我们的悔改是真实的 统约我们的悔改是真实的 是出于我们自身 对于自身所做所为的反省 对于自身的 所做错的反省 那么神对我们而言 神对我们而言 便是一位不轻易发怒的神 神不是一个轻易发怒的神 也是有丰盛的慈爱的神 他并有是丰盛的慈爱的神 就好像我们今天诗歌中间所唱到的那样 好像今天我们诗歌所唱的一样 他会赦免罪孽和过犯 他会赦免罪孽和过犯 同时呢 同时呢 在这一段圣经中间 在这段圣经经文入帮里面 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主线 贯穿了整个事件 就是 就是神怎么样告诉摩西的 事情就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看到 罗马书这里有 引用这一段事件 他在这里就讲到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他也提到 耶和华的这句话 就是 我要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 为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 我要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 彰显我的权能 为是要使我的名 全遍全地 那保罗就在这里说了 保罗在这里说了 再次强调 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使谁刚硬 就是谁刚硬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神要使 谁去光硬就 谁去光硬 所以这一点 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就是 耶和华是凭几亿行万事的神 就是 耶和华是凭几亿行万事的神 他有绝对的主权 他有绝对的主权 所以呢 也让我们知道 所以也让我们知道 耶和华是千万不得的 耶和华是千万不得的 这一点对于我们自身呢 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提醒 我们的悔解 是不是如同法老那样 是虚情假意的呢 我们的悔解 是不是好像佛老那样 虚情假意的呢 还是出于我们自己那颗 忧伤痛悔的心呢 或者出现我们忧伤痛苦的心呢 在这里呢 神就在提醒我们 在这里神 再次提醒我们 不要自欺 神是千万不得的 不可以自欺 神是千万不得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一段信息 对于我们 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这段经文 对我们实际上 有什么提醒呢 就是我们要反省 我们要反省 我们的悔解 我们的悔改 是不是发自内心的 我们的悔改 是不是发自内心的 有些时候呢 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 有些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 包括我在内呢 很多弟兄姐妹 很多的大兄姐妹 就会变得好渴慕 很多人可能会好渴慕 祷告都变多了 祷告都多了 读经也变得更加认真了 读经都开始认真了 希望明白 神在这个困境中间 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 希望神在这个困境当中 对我们有什么说话要说的 但是一旦这个压力被挪去了呢 但一旦在这个压力 是拿走了之后呢 我们又该干嘛干嘛了 我们已经做我们想做的事了 是不是听上去跟法老很像呢 我们视法好像法老一样呢 那么这样真的好吗 这样的视法是真的好呢 是不是有点危险呢 这个视法好像有点危险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来思想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回转呢 所以我们就是要深心去想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回转 就是悔改与信靠 就是悔改与信靠 那我平时会带青少年查经啊 我平时会带一些青少年去查经 我会发现 这些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青少年 我真的发现一些 在教会从小是长大的青少年呢 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 是中间有一部分的人 会有一个困难 他们有一个困难 就是他们知识上理解上帝 知识上便认识上大 他们甚至会说 我的圣经已经读了一千遍一百遍了 他可能对我圣经看了一千次 一万次 一百次 但是呢 他们即使对圣经这么熟悉 即使对圣经这么熟悉 但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呢 但是他们的生命呢 却和上帝没有发生任何的关系 但是和神是没有任何关系 上帝只是礼拜天的上帝 上帝只是礼拜天的上帝 上帝只是礼拜六 背着小波弟兄 逼着来他们查经的上帝 上帝就是在星期六 晓波逼着他们带查经的上帝 但不是他们自己生命中的上帝 但是不是他们自己生命中的上帝 他们平时该干嘛呢 还是干嘛的 他平时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还是信靠自己的 他都是信靠自己的 所以呢 他们的悔改呢 他们要悔改 他们的祷告呢 他们的祷告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只是为了解燃眉自己的 就是可能 就是要解决 言为之急的 我说的是很有可能啊 我说就是很有可能啊 我不是说一定啊 我不是说一定 所以不要说我论断啊 所以不要说我是论断 但是呢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同样的反省 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呢 我刚刚来荷兰的时候呢 是没有在华人教会聚会的 我没有在华人教会聚会的 我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 我大概三四年期间 是在 荷兰人的教会里聚会的 我是去了 荷兰人教会聚会 那我去的教会呢 我去的教会呢 是有点五旬节派的教会的 是五旬节的教会的 或者大家称之为 灵恩派 或者大家称之为 灵恩派的 那他们呢 会常常强调 圣灵的恩赐 但是他们会强调是 圣灵的恩赐 圣灵的带领 圣灵的带领 在他们的敬拜 与讲道中间呢 他们在敬拜 和他们的讲道当中呢 常常会讲到 神的恩典 会讲到神的恩典 神的德胜 神的德胜 这些有错吗 这些有没有错的呢 我觉得只要分量 不是过重的话呢 是没有错的 我只觉得 如果分量不是过重的时候呢 是觉得是 没什么不对的 但是呢 他们有一个问题 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 他们很少提到 人的罪和悔改 他们就很少看到 人的罪和悔改 那这里我就有一个疑问了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 那如果我们自己 不做圣洁 不全球完全 如果我们不是追求 圣洁 我们追求完全的时候呢 那圣灵怎么充满我们呢 为圣灵怎么样去充满我们呢 这就是他们教导中间的 一个偏差了 这个就是他们教导中 有一些小小的偏差 那我们华人的教会中间呢 我们华人教导中呢 确实也常常会提到 悔改与罪 我们都会提到一些悔改和罪 但是呢 也有时候会忽略掉 神的德胜和圣灵的工作 但是我们忽略了 神的德胜 和圣灵的带领 因为好像一提了圣灵的工作了 我们就灵阴派了 一提 我将来觉得 一提起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就觉得灵阴派了 但即使我们提到悔改 但是即使我们提到悔改 那我们又没有 去挑战弟兄姐妹去反省 我们有没有挑战大兄姊妹去反省 我们今天悔改的动机 到底是什么 今天悔改的动机是什么呢 这就是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 那如果我们从神使法老心刚应 这句话来看 但是我们同一句神使法老心光颜的字句来看 我们看到上帝 是轻慢不得的 我们看到一个是神 轻慢不得 当然了 如果单单看到这一部分 就太简单了 如果我们就是单单看到这一部分 是太简单了 这是他在法老身上的工作 这个是在法老身上的工作 是他在法老身上的作为让我们看见的 这个是在法老身上的作为让我们看到 他对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 他对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 他是守约师慈爱的神 他有守约师慈爱的神 我们也同样看到 他在以色列百姓人士懵懵懂懂时 他仍然在以色列人们当中 在懵懵懂懂的时候 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 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 包括信心在内的 包括在信心里面的 得救所需的一切 所以我们也要平衡地来看 知道上帝是公义的神 我们知道神是有公义的神 上帝也是守约师慈爱的神 也正是因为他是公义的 只因为他是公义的 是公义轻民不得的 是由主权使人的心刚硬到底的 都是由主权使人的心刚硬到底的 任凭他在罪中受罚的 任凭他在罪中受罚的 就更显得我们上帝的慈爱 是如此的宝贵了 更加显现到神 对我们的慈爱是几个宝贵 我们的恩典是不容他忽视的 我们的恩典不容赴 我们是佛事的 也更显得他和我们的生命 想要建立关系 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了 都可以显出 想和我们建立一个关系 是几个宝贵 所以呢也希望弟兄姐妹今天 都希望大兄姐妹今天 甚至未来的日子中 甚至未来的日子当中 都可以带着这样的一颗心去反思 都可以带着这个感觉心去反思 让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和悔改 用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和悔改 不是流于表面的 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是发自我们来心深处的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丹下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你是圣洁的 你是公义的 我们人若是不追求圣洁 若是不寻求完全 都没有办法与你有连结 所以让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是在高山和低谷 都能仰望你 不要让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小部分 而是让我们的生命中间的全部 所有都被你所掌管 被你所拥有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的黑暗 让我们看见我们那些 现在最终你所不喜悦的事情 让我们不要再任意妄为 让我们不要再任性下去 也求你赐我们一颗柔软的心 让我们刚硬的心 让我们的实心被肉心所替代 好叫我们可以转身归向你 好叫我们可以跟随你的脚步 出埃及 走过旷野 进入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让我们在天上能够得奖赏 让我们在永恒中间 能够有一份 我们处于我们自己的贡献 让我们的生命 照着这个被照着你的荣耀 所创造的生命 为了分享你荣耀的生命 能够在这地上 能够活出你的荣耀 活出你造我们的目的 我们把安多芬教会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 全部交在你的手里 让我们每个人 从今天都能够发自内心的 来反省自己 而不是去 去醒察弟兄姐妹的行为 而是去反省自己 让我们每个人 从自己开始 来过一个荣耀你的 圣洁的生活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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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